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物业的质素当然会影响租金的租值 而不同种类的物业也会因应不同的政策而有不同的发展 物业质素越高 自然就越容易出租 而且也会更加值租 一只Vis 甲级物业越多 租务自然就越有保证 长实旗下的云库产业信托 持有的七项物业里面就有三座是甲级写字楼 包括都会大厦 云库产业千禧广场 以及创业街9号 物业租用率方面 云库整体出租率 自2006年起都维持在九成半以上 去年放租率更加接近九成八 而去年的租金调升幅度就超过了百分之七 一般人看Vis 着眼点都是大型商场 又或者高级写字楼 工厂大厦往往是被忽略的一个环节 但是近年政府自力工厦活化计划 就令到一批工厦有一番新气象 云库管理层就预期 仓库和工厂的租金增长趋势 会起码维持到2022年 而租金的上升更加会带动 来近这几年工厂物业的估值向上 云库甚至认为 工厦活化计划会为香港工业物业市场 带来的正面影响 足以抵消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 看回Vis 投资者关心的息率 来近两年 云库的预期息率都有五来六以上 属于相当吸引的水平 总结而言 分析Vis 要留意物业的质素 甲级物业越多就较大机会有稳定的租务 另外亦都要留意 政策对某类型的物业带来的新机缘 云库就是受惠活化工厦政策的 潜力Vis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